我先問一下大家好不好 此刻大家覺得核戰爆發的機率 是等於0還是大於0 韓濱你覺得 怎麼來看今天5月9號 所謂的終戰日勝利日 其實今天大家本來是想說 俄軍會不會拿出一個 比較光榮一點的勝利 來去凸顯他這個勝利日 顯然他這一次的規模 第一個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大 第二個 一些大家以為 他會做出一些舉動 也都沒有做出來 他在整個裡頭的 其實還是一再的在訴說說 是因為北約逼人泰盛 步步緊逼我們為了要去預防 你直接打到我家門口 所以我只好做出這樣一個 不得已的決定 那還是在為他自己的 就是入侵烏克蘭做一個解釋 所以看起來這個勝利日 他並沒有把他做了一個 非常隆重去凸顯 顯然馬利波的這個勝利 在俄羅斯來講 或是對普丁本人來講 都不是非常滿意的一個舉動 可是他的副總理 現在到了馬利波這個地方去 一方面宣誓馬利波 敖戰了這麼久 他現在已經幾乎是完全被他佔領 只剩下亞素鋼鐵場裡頭 那亞素鋼鐵場 這一個平民也都撤出來 據說只剩下幾百名 這烏克蘭的軍隊還在裡頭 那現在就是大家在期待的是什麼 也就是在亞素鋼鐵場裡頭 到底有沒有 他們之前一直在揣測了 一些西方包括北約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裡頭 會不會到最後被俄羅斯怦中捉鳥 我覺得這個對俄羅斯來講 就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在整個宣傳戰上面 俄羅斯是從開戰到現在 就被打得亂七八糟 打得比金連總 但海賓你看 這是對內刺客的政府的首席顧問 他告訴大家有說 在亞素鋼鐵場裡面 有很多外國的高級軍官 可能來自哪裡 美國 英國 法國等等 所以在裡面確實是有很多外籍兵團 他說這解釋了為什麼呢 為什麼之前我們看到很多外國代表 對於這個事情這麼積極 包括馬赫克 赫宏等等 頻繁的打電話提出請求 因為如果真的曝光的話 大家很難有台階下 是 因為其實在1960年代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當時就是美國的YouTube偵察機 然後他一直不斷的 偷入蘇聯的領空球進去偵拍 那時候以為蘇聯的防空飛彈 是打不到這麼高的高度 結果沒想到蘇聯的科技進步了之後 在1960年一台YouTube 進入蘇聯領空的時候 直接被他打下來 而打下來的是 那個飛行員沒有按掉自爆裝置 所以飛機是整個完整的掉下來 然後他自己本人還被申請 然後申請之後 美國一開始還否認 說沒有這回事 因為他這個飛行人 他本身也是用 他從空軍退役 然後加入CIA 再用CIA的名義進去的 然後結果人是當場被抓到 所以直接開一個記者會 那個人叫Paul 結果美國的臉丟得非常非常大 因為等於過去美國所說的一切 全部都是謊言 那現在對俄羅斯來講 他要的就是 如果能夠用中桌鱉 把亞蘇冠列場裡頭 這些人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 他想要證明了一個什麼事情 也就是從2014年到現在 包括整個克里米亞 整個頓巴斯地區的動亂 都是你北約國家一手搞出來的 也就表示 這才可以證明我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是有理由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對普丁跟俄羅斯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但韓兵你看看 今天這個末日專機 事實上非常受到高度的矚目 因為大家在討論核戰的可能性 如果他真的升空的話 再加上我們看到 俄羅斯的太空總署的 一番恐嚇性的談話 大家都覺得不太對勁 可是最後這個末日指揮機 因為所謂的天后因素 他取消了升空 你覺得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確實是有變 還是說普丁不滿意成績 或者是說算不算是釋出善意 我覺得普丁也不會想要把戰爭 走到最後核子戰爭這條路上 所以他儘管他的這些 下面的這些首腦 不斷的在恫嚇 可是他自己本人 其實就把他hold住 我等於說我還是有 給西方留一線機會 我不會跟你走到這一條路 你們也不用那麼緊張 但是他同樣的也在告訴西方 我不是沒有能力做這件事 只是我現在沒有要做 這樣的選擇而已 那你西方自己本身 也要去想很清楚 如果你持續的步步進逼 持續的刺激我 會不會到最後 就會一發不可說 使大家一起同歸於信 所以我覺得普丁 是在做某一方面的暗示 也就是我不想玩到那個程度 你們也不要逼我玩到這個程度 對 那就看西方能不能接受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有三種版本的 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Cuau!